在二来不能带的情况下 用了几个老家 哦 德尔加多 大门 漂亮 漂亮 太漂亮了 28分钟 哥德斯 太漂亮了 这个球呢 是德尔加多这儿啊 突然之间起诉 然后跟队友做一个配合 哥德斯打球就射 这球打得 精彩 平地起惊雷啊 平地起惊雷 右脚的近射打近角入网 打得突然 打得坚决 打得准确 这球甚至啊可能 转瞬之间一眨眼的功夫球进了 对 球速非常快 第六场中超 这个赛季的第六场比赛 第五个进球 突然间加速 这一敲清楚 一停一打 外脚背一拨 右脚跟着就打 其实这球啊射的角度并不多雕 但是就是突然 突然快 天下无东 无快不破 是 其实哥德斯也是个U23球员的 黄大雷呢做了一个pose 所以那意思就是我已经准备好了 之前二十多分钟比赛应当说 国安队的针对性强 而且踢的也要更清楚 对 进攻的威胁性也要大 大人一想到先丢球了 这球啊节奏的变化 出乎了国安队意料 源自于德尔加多的突然间的内切的起头 对 反击能不能打出来 人球分布 我有 郝君敏的速度 郝君敏 谁说郝君敏速度慢 对 更精彩 真漂亮 保留到他的年纪 这难以 真是让人赞叹那一员老将 李磊 规矩得好好歇歇总结了 这次的盛文格德斯用的是自己的左脚 巧劲 掌握得非常好 反弹下来之后 又左脚盛文打在小腿上 这个像1994年世界杯罗马里奥还是背面波那个 罗马里奥那个棉里藏针 棉里藏针 一弹 22比0 30分钟 22比0 在比较被动的情况下率先取得进球 而且连续取得进球 这个山东路能今天得值得赞一下 那么这次进攻反击